洛阳从遥远的下筹开始就已经是一个繁华渡城 在此后的历史上 洛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与开封西安并称为我国的三大古都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 就在这片让人们梦迁浑绕的土地上 曾经耸立着一座 当时世界木结构建筑的第一高度 196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级的宏伟壮观的建筑 但是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文献有点记载 所以我就做琢磨 看了文献那些描述 就有脑子就形成一个图像 这学建筑总在设想 它原来应该什么样 用什么就猜 舍利子 佛教中的宝物 相传只有佛祖和德道高僧 才有可能出现舍利子现象 而这颗牙齿舍利子刚是难 在黑暗中举起探索的火炬 经历神秘 陌生 离奇的未知世界 科学纪录片栏目 发现之旅 总有扑朔迷离的故事 佛教由东汉时期传入中国 在经过多年发展后 在北魏达到了鼎盛时期 北魏在建立之初 就已经对佛教十分崇尚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因为北魏时期 皇家对佛教的重视 使得都城洛阳城内的佛寺 已经达到三万多所 僧众两百多万人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来源于印度的佛教 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 成为了适应中国社会 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中国宗教 佛教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相包容 才使得佛教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下 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